肯定少不了鱼是吧 所以今天给你们分享一个豆瓣鱼 之前好多粉丝说想学这个鱼 而且又粘锅的又做的不好的 今天我就来教你们 这种感觉是不是很好 生活气息卖啥都有 这种大鸡在城市里边已经不多了 我这边是只有两个呀 这个是晚鸡晚高峰 要这个吧 二十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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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嘞 好家伙 就用这个黄鱼做豆瓣鱼 今天给你们安排 等会儿见 走了 晚上好 我是野猫 一个把生活过得有自由为的 新中间来人 如果你喜欢我的分享 记得珍说一下 看看这个黄鱼怎么样 金光闪闪 全身通亮 我真的是不忍心吃它 今天来分享年夜饭的第三道菜 它的名字是豆瓣鱼 那么这种鱼吃起来是比蛋水鱼要好得多 因为整体的口感非常细腻 肉质非常滑嫩 然后刺儿非常少 同时呢 它也可以适合清蒸 到年夜饭餐厂上 必备的就是鱼 一定不能少 这个豆瓣鱼呢 分享给你们 你们一定要学会 然后收拾一下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 我是野猫 先来做个小调查 你觉得今天这个豆瓣鱼有没有难度 我觉得是有那么一丢丢 如果说是有这个下厨经验的话 应该问题不大 你爱饭餐桌绝对少不了鱼 所以今天这个豆瓣鱼分享给你们 就是今天光顾着做鱼了 没有蒸米饭 所以今天只能吃鱼了 没有主食 本身还想用汤匙来浇米饭 这一下可妥了 如何做完鱼才能不粘锅 这个鱼才能不烂 所以在开始做的时候呢 必须是大火高油温 生到猫腰之后啊 你再放鱼 然后呢下锅之后一定不要动 这个高温油间把这个鱼皮丁醒之后 外边才可能不会烂 因为豆瓣本身有咸味嘛 所以你在没有尝这个味之前 一定不要随便放盐 一旦咸的话就没法吃了 给你们看看啊 如果你有饱饱的话 一定要做一下这个豆瓣鱼 哇 看看怎么样 怎么样 今天美中不足就是没有米饭 这个汤汁拌了米饭 那也是无敌了 好了 此时此刻就不能缺的 还有半杯精尿 我干了 你随意 拜拜